今天上的是第八課 第八課是在教你們畫圖 之前我們教數據分析還有資料整理 一樣我們在學畫圖的時候 一樣先把上週的檔案讀進來 如果是用這裡的電腦記得要下載 這份資料跟之前我們用的就是同一份資料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要先畫一些比較簡單的圖片 我們第一次開始學畫畫 之前都沒有學到畫畫 第一次學畫畫我們就先畫一些基本的統計圖 像是職方圖 圓餅圖 這類的圖 不是這些圖是最基本的 如果這些圖都不會畫 那你用R分C就沒什麼意思了 你永遠都不可能覺得R可以取代spss 不過另外講一下 畫圖其實是R的強項 我這個學期不會教太多畫圖技巧 可是我明年的同節課會教 不過你們還是會看到很多SPS畫不出來的圖 我們先從基本的統計圖開始畫 基本統計圖第一個最常見的就是直方圖 直方圖的英文名字叫Histogram 所以說在R裡面你要用直方圖就是HIST就可以畫了 HIST這個函數後面要加的這個 像我現在加的是data中括號EGFR 所以我是用索引函數把EGFR抓出來 所以HIST這個函數裡面加的是一個數值向量 只要裡面是數值向量就可以畫圖 我們現在按下Enter 就可以看到右邊 之前我們都只有carefile跟package這兩個分頁 有時候會叫help 那現在plot也有用了 plot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張直方圖 這樣可以齁 我們繼續 如果我們要畫核須圖的話我們要怎麼畫呢 同樣的也是輸入一個數值向量 但是HIST改成boxplot boxplot就是核須圖 這樣可以嗎?按下Enter 這樣核須圖就出來了 當然你會覺得這個核須圖長得有點醜 舉例來說沒有顏色阿 然後沒有一些助記之類的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學要怎麼去處理 你就只知道如果要畫出一張圖的話 在R裡面是非常容易的 好再來 我們需要用圓柄圖 圓柄圖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先看圓柄圖要怎麼畫呢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你的education這是一串 這是一串02的一個向量嘛對不對 它現在數值向量 當你使用table之後 table這個函數之後 你得到的是一個列連表對不對 那這是一圍的 所以你得到的是一個 一圍的0有502個 1有293個 2有190個 的一個列連表 好 用這個列連表當作input 你可以再把它放進pia這個函數裡面 py chart 你就可以畫出012它的比例 這是圓柄圖 這樣欸 這個都非常容易嘛 應該 其實你不用特別去背函數啦 就是你只要知道說 就是如果你要畫圖的時候 可能在你上過課的第幾課 裡面它有那個information 那你就去那邊抄程式碼就好 這些程式碼完全不需要抄 好再來 最後一個圖 長條圖 這長條圖啊 一樣也需要用到table這個函數 table這個函數 長條圖是不連續的直方圖嘛 對不對 table這個函數可以給我們 這個012這三者的這個 frequency 那之後你就可以用barplot barplot 跟py完全是一樣用法喔 barplot run 好你就可以看到0123組的比例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在r裡面畫圖 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對吧 我只要 我只要這個 呃用出這個 就是 呃 就是 項量 就是數值項量 然後我就可以畫出這個 histogram 然後box plot 然後這個 呃 py chart 還有barplot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但是這個圖很醜嘛 對不對 如果 如果你的這個論文裡面 或是你想要做 反正你想要呈現data的時候 你用這種圖 那 呃你一定覺得很醜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改進 好改進的方式是 我們之前在寫r的函數的時候 不是可以下很多參數嗎 對不對 這應該都有印象 那 在r裡面啊 這個 如果你要 要改這個圖的顏色 其實 你可以用 你可以在所有的這個 就要hist 我們剛剛都只有輸入數值項量 我們剛剛都只有輸入數值項量 對不對 你可以豆點 col等於什麼東西 這樣他就會幫他著色 就來說 我們再比較一次 好 hist 這樣子按下enter之後 他是一個紅色的脂肪圖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color如果我們下一個block 好他就是黑色的脂肪圖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blue 好 那當然你會問一個問題啊 那在r裡面 那到底有多少顏色可以打 對不對 來這裡 這裡有個檔案 colors in r 打開之後你就會看到 欸這邊有 所有顏色 你就隨便挑個你喜歡的顏色 然後你就打上他的名字 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隨便試一個顏色 就要說 skyblue 好我們就用skyblue好了 看到了嗎 他就出來 skyblue為顏色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完全可以自己去 就是 自己去找到自己喜歡的顏色 這邊顏色已經夠多種了 如果你還覺得不夠多種的話 之後的課我們會教你怎麼調色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就跟你在那個word裡面調色 的方法一樣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那這邊我再教一個很特別的 叫par par這個函數 par這個函數是圖形 我要畫圖的時候 它的全局變量 par這個函數裡面有非常多功能喔 但是我們先 我們先不要學那麼多功能 我們就學一個就好了 現在總共我有四張圖 對不對 剛剛我總共畫四種圖 對不對 這四張圖 我想要把它放在同一個畫布裡面 這樣可不可以 我總 我總不想要每一個圖畫完之後 然後自己在 可能在小畫家上面 再把它拼起來 對不對 看起來很智障 我一定我希望的是說 我可以在這個R裡面 它就幫我拼起來 四張圖 好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當我們下了par mfraw 這個函數下去之後 這個告訴我們是 我們現在把畫布 分成兩個 分成二乘二的這樣框框 等一下圖會一張張這樣擺上去 這樣知道嗎 這時候我們再輸一行 hist read 按下Enter之後看到了嗎 左上方是不是出現這張圖了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我們再打一行 box plot 然後 blue的 好是不是 右上方出現了 好 依此類推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 再把它填完 好 注意一下喔 你現在輸入的時候 你有發現 因為這邊有三個顏色 所以我這裡給三個顏色 這個color 就要給三個顏色 這裡一樣有三個顏色 所以我這裡就要給三個顏色 這樣可以吧 這樣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那 這個 學到這裡之後呢 來圖要怎麼匯出勒 這個圖 這個圖要怎麼匯出 現在 你好像只能夠 你看你按右鍵好像沒辦法 事實上你們那邊按右鍵可以啦 圖要怎麼匯出你可以 最簡單的方式你可以用export這裡 save as image 這裡你就可以 你甚至還可以再改一下長寬這樣子 假如改成800好了 800 upgrade 太不給面子了吧 好算了算了算了不用了 好 我跟你們講 在r裡面 你要存圖的話 你可以用export這個函數好不好 但是 如果你要用程式碼來 存圖 你必須要這個樣子 來我們把這段程式碼放上來 來我們把這段程式碼放上來 看一下這段程式碼的關鍵在哪裡 第一行 這個第一行的意思是說 我開了一個pdf 的file 這個pdffile現在是空的file喔 然後它的檔名是什麼 plot1 注意我現在外面是沒有plot1這個 我現在外面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沒有plot1這個東西 plot1.pdf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指定它的高跟它的寬 這個單位是英寸 這個單位是英寸 那你不知道英寸是什麼單位也沒關係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 我就去試 反正我就試一個適合的大小 到時候這個我覺得滿意了 就這樣 好不好 這個完全可以自己試 family等於serif serif是那個 那個 taneuromas的那個字體 好不好 那這個 你查pdf的時候 裡面會有很多參數可以跟你查 我們現在查給你看一次 好 主要說在family這裡 其實就是選字型嘛 這裡 fond family 就是字型 對不對 那你可以 點進來 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多少種字型這樣子 有這個 有 有 到底有多少種 好懶得看啦 反正很多種啦 好不好 這邊 這邊一狗票 反正就是這個serif 就是這個taneuromas 好 那接著 下面這裡就是剛剛我們畫圖的語法 對不對 所以你開了一個空畫部之後 你再畫圖 這個時候r就不會畫圖在你的右邊了 我現在把它清空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我現在開了一個 我現在開了一個pdf檔 好 按下去之後 什麼反應都沒有對不對 有反應在這裡 在你的file這裡 出現了個plot.pdf 現在是0kb 0b的大小 這樣可以嗎 接著 現在plot是沒有東西的對不對 同樣我先下痊癒變數 我總共要把畫部分成四格 按下第一個histogram 有沒有看到 這裡完全沒有出現畫畫喔 這樣可以吧 好 我把這全部執行完 好 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再回頭看file 還是0b阿 沒有什麼變化對不對 好 原因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還沒有把pdf存檔 我們需要用dev.off這個函數 按下run 按下run 按下run的瞬間 你有沒有看到plot1 它現在的size是6.6kb 這樣可以嗎 你可以把它點開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圖了 存成pdf有什麼好處我跟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張圖 我把它下載下來 我不用下來 這張圖的解析度 看到了嗎 它的解析度就是無限大 為什麼 因為它的儲存格式並不是以pastle based的 它的儲存格式是這個 就是這個 呃 它的儲存格式是以那個向量圖 就是知道哪裡要畫什麼哪裡要畫什麼 所以在 你把東西存成pdf的話 你在需要的時候 你把它放大到適當的大小 再把它弄下來就好了 它的解析度是無限大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那我們來做一下練習衣好了 這個練習衣阿 這個 呃 非常的 就是 我們不能說非常的簡單阿 好不好 這練習衣就只有一個考驗 就是阿 我們剛剛畫 這個 boxplot的時候 我們來注意一下 再看一次我們畫boxplot的時候 畫下去之後 我們是不是只有一個組別 然後 下面 左邊 上面都沒有字 對不對 那現在請你阿 help 不是 那個 help boxplot 請你看一下 這裡 然後阿 記住一下我上次怎麼教你 我上次怎麼帶你說 學習新的套件的程式碼 當你要學一個新的程式碼怎麼做 去example貼對不對 是不是去example貼 這樣可以嗎 貼一貼 感覺一下 如果現在 想要畫出一個這樣的圖 注意 差別在哪裡 首先 下面有字 左邊有字 上面有字對不對 第二個 本來只有分 一組的 現在被我分成兩組了對不對 然後兩個顏色 好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就做這件事 這件事應該不會這麼困難 我們可以試著花大概 呃就是 可能 十分鐘的時間把它學會 好不好 就這樣開始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阿 就是 我剛剛說 你打help之後 第一件事喔 不是去看這個說明阿 這個說明你看得懂就奇怪了 對不對 那麼複雜 英文那麼多 對不對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你不是做這件事 是來下面example這裡 先貼一行一行貼 就這樣貼 貼完之後你看到了什麼 欸 有點神奇欸 這個 他分了六個組別對不對 這是不是有點像我們想要的圖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分了六個組別 對吧 可以齁 你仔細看一下他的語法 你發現了什麼 欸 欸 這個不是那個 我們上捷克教到那個formular的那個 形式嗎 用複雲去分隔 左邊跟右邊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這裡 這行程式語法 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data在這裡 對不對 那這筆data在哪裡咧 我們打開來看看好不好 你發現了什麼 喔 這個是一個類別變項 所以類別變項放右邊 連續變項放左邊 對吧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 根據這個語法你可以把它修正成什麼樣子咧 來我們來先修正一下 欸這個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修正成EGFR 然後這邊是不是可以修正成DESEASE 啊我data是不是可以修正成DAT 好我們先這樣子 試試看好不好 按下RUN 欸是不是已經 87%像了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修正 好嗎 這重點是顏色我兩種嘛對不對 來顏色 Red Blue 對吧 好按下RUN 好是不是紅色跟藍色已經 已經化上去了 謝謝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剩下 下面 左邊 上面要加字 對吧 那這裡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多貼一點範例看能不能貼出來好了 通常其實我也蠻懶的啦 就是我們就 繼續多貼一點 然後看能不能貼出我們想要的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貼個幾次 來再貼一行 唉唷 這什麼神奇的東西 看不出來 算了 怎麼每次這樣子 一過來就重新那個啊 好啦好啦算了算了 懶得著了 那看起來好像不在下面 那不在下面我們就看套件說明吧 看一看之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欸 居然不在 這裡面 你看了半天你會發現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代表你會 你看套件說明喔 還差了一點點距離 這樣子 好所以到哪裡要看套件說明呢 你現在 你現在在這裡完全看不到 到底哪裡去增加這個 就是 X軸跟Y軸的描述 還有這個 那個 title嘛 好 所以我告訴大家一個重點 這個 點點點 點點點 這是什麼東西啊 點點在R裡面 是一個 非常神奇的東西喔 它在R裡面 你看到一個函數 裡面寫點點點 意思就是 裡面你不管寫什麼都可以 我們來 故意加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啊 假如說 我來加個test 鐵定沒有這個參數嘛 鐵定沒有test的這個參數 鐵定沒有test的這個參數 我test等於123 這樣子 可以吧 然後我執行 欸 你發現 當然test等於123 一點反應都沒有 但是你看看它可以walk 可是有一些函數 你給它額外的參數 它不walk喔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學校說 呃 這個 我來想一下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參數 這個 簡單的函數 我們教過什麼簡單的函數 喔 學校說Levels 這樣可以吧 那個 Levels 然後 Factor 然後這個 Data裡面的 這個 Education 好這個 現在這樣可以walk嘛 對不對 我現在在Levels這裡 我給它一個豆點 然後test 等於123 它會告訴我error 你們知道這差別在哪裡嗎 差別在 boxplot這個函數 因為有了 點點點 所以說它可以允許你任意的輸入 可是你任意的輸入 你怎麼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是沒用呢 所以請你下去找點點點這裡 點點的意思就是有很多 我現在已經不想管你要輸入什麼 反正你就打電 反正你就輸入對了 我就丟到這裡面來看看 你有沒有滿足它 連人點這裡 來 看說明之後 這邊有 graphical parameters 點進來之後 喔 你就會發現這邊有一狗票的東西 然後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要的東西在哪裡 好 我們要的東西在這裡也沒有 好神奇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上頁好了 那難道是在這裡嗎 B 呃 我們來找一下好了 欸 也沒有喔 怎麼會這樣子 好啦 那我告訴你們在哪裡好了 在plot這裡 plot等一下我們就會交這個函數了 這個小小的失誤 好這個 plot這裡啊 你會發現 欸 這邊有個叫xlab的 xlab x ylab 還有man 你看 man它寫什麼 an overall title for plot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要的大標題 對不對 xlab是什麼 a title for 這個 就是x軸 這樣可以吧 ylab 所以其實你要寫這個非常簡單 你就man man等於 我這邊就隨便打字了啦 我懶得打內串字了 然後 xlab 等於 desease ylab 等於 egfr 好我們再執行次這一行 好看到了嗎 是不是字就被我畫上去了 所以在r裡面 你要畫一個圖 其實它自由度蠻高的對不對 等一下你會發現自由度更高 好不好 下一個練習題你一定會覺得很難做 但是 你做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它真的非常自由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好我們繼續 那我們現在開始要先介紹一個很強大的函數 叫plot plot就是我剛剛 偷偷用它查help的那個函數 好不好 這個函數啊 支援多種不同的圖形 那主要是拿來做散步圖 主要拿來做散步圖 怎麼拿來做散步圖 首先我們有個data-sbp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連續變相對不對 還有一個data-dbp 這也是個連續變相 那我們要把這兩個畫在圖上做散步圖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用到的就是 plot這個函數 注意一下我現在打這行plot這個函數 sbp是x軸 dbp是y軸 ylab 這個是我的描述嘛 xlab我的描述 main等於什麼 當我執行run了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 我是不是把這個 scatterplot of sbp n dbp把它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 畫完這個圖之後 我們來看看還有哪些improve的空間 好不好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修改點的造型 來 這兩行差別在哪裡 差別只有這一個 pch等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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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run 欸 你有沒有發現空心點變成了實心點 可以吧 空心點沒有實心點 好 欸那到底pch到底多少是什麼 這件事情太難了吧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batch 來下面這邊有對照表 你喜歡用什麼就什麼 好我們現在故意來找一個神奇的圖樣好了 我覺得 11這個圖 是有一點厲害 我們試試看11 你們用筆電的可以自己也試一下好不好 11 再按下run 看到了嗎 都是這個神奇的符號 可以吧 好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總共R裡面的pch就只有25種 這樣可以 那1到25分別對應如下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這個時候啊 你可以為你的圖形加一點東西 什麼 你現在已經學會怎麼畫三部圖了嘛 對不對 欸可是 我現在 在我們學三部圖 在我們開始 對那個三部圖進行改動之前啊 我現在 要先教你 這個在R裡面畫圖啊 其實這就是一個畫布 你可以把右邊想像成是一個畫布 這個畫布啊 你這個 你在上面畫完一張圖之後 你完全可以在上面加一條線 加一個點 加一些字 都可以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 用函數好了 首先像剛剛這樣 我們是已經畫上去了 可以再一直往上畫啊 我沒有說不能再往上畫啊 可是我們現在再開一個新的空畫布 來 plot new這個函數 是開一個新的空畫布 來我們現在打下plot new這個函數 你看到右手邊是不是清空了 好 注意喔這邊是不是有 上一頁下一頁 你現在回到上張 這個就是上張圖 所以 這樣子 其實我現在開了一個新畫布 這樣可以吧 我已經開了一個新畫布 我開了一個新畫布以後 來 我們先把這一串 把它 全部複製貼上一次 再看一次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來 plot new開了一個新畫布以後 這個plot window 我們 開了一個新畫布之後 我們總要給它做標系吧 總要給它做標系 那它的x軸 是從0到10 y軸也是從0到10 然後我們現在總共有xy 這兩串 數值向量對吧 然後我們用lice lice這個函數 你用看的也看得出來 它就畫一段直線嘛 對不對 來 從12 12就是x是1 y是2 到49 49 是這個點 再到76 是這個點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嘛 因為它的上限是9 如果我們把這裡 y limit 10改成8 那它上面這裡應該就連不到了 對不對 我們再試一次好不好 看一下喔 好 看到了嗎 它這裡是不是上去了 看不到 它連到了圖形 這個畫布的外面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樣大概知道 這幾個函數的效果了吧 好我們繼續 lice就是畫線好不好 那 畫 那我們如果 那如果畫線的話 如果我們想要畫曲線怎麼畫 你要畫曲線的話 基本上本質它還是很多段直線連在一起啦 所以點只要夠密 你甚至可以畫出圓 這樣可以嗎 好來 這個 z z等於 我們現在看z是什麼 我們先全部複製上來 然後一行行解析好了 z是 從 0開始 然後每隔0.01 最後到10 總共1000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1001個數字 好 然後x 等於sine z 這是三角函數的sine函數 然後三角函數的cos 現在就有x跟y了 這樣可以嗎 來 不過這個部分就有點複雜了 來這個 那個 角度為0的時候 sine是多少 是不是0 cos是1 對不對 可以接受 那 角度慢慢的從0 變到90度的時候 sine是不是變1了 cos是不是0 所以 告訴你這個也許以前你不知道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把角度當做x 然後 對它做sine跟cos 這兩個點的 點 這兩個sine跟cos的這兩個向量 它所描繪出來的坐標軸 會形成一個圓 好 我們把它畫出來喔 plus new先開一個空畫布 接著 xlimit-1-1 這樣可以吧 因為sine跟cos的角度是-1-1 這樣可以喔 好 然後lice 看到了嗎 我們畫出了一個圓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這個你要畫出圓 也不是特別難啊 那如果我覺得 嫌這個圓 太正圓了 我看的不爽 我可不可以改 可以改 你覺得說 我故意把 這個 我覺得我故意把這個 x軸的 2-2 好不好 來我們再看一次 它是不是被壓縮了 因為 1-1在這裡嘛 對不對 1-1在這裡嘛 那我如果把它擴展了 它是不是就會被壓扁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操作不會太難吧 好 我們繼續 好 那學會lice這個函數之後啊 我們現在可以來幫我們的 我們現在 可以以剛剛那個散步圖為底圖 然後我們來幫它加上一些 加一些料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以它為底圖喔 首先 x跟y 我們現在 這張圖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目標 這是我們剛剛畫的散步圖對不對 我們剛剛畫的散步圖 我們在excel上 是不是可以幫它加上預測線 我們可以幫它加上預測線嘛 對不對 那在r裡面我們要怎麼做到這件事咧 首先我們要先畫一張底圖 這個底圖就是散步圖 接著 畫出一條散步線 這樣可以吧 那散步線 不是散步線 這個 預測線 這樣可以 那預測線我要怎麼畫呢 欸 請問一下 預測線我們是不是用線性回歸畫出來 做出來的 線性回歸我們有沒有講過 有嘛 gm這個函數可以做線性回歸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先把 x跟y x跟y x等於 sbp y等於dbp 我們先做gm 得到這個model之後啊 你看一下這個model 現在model裡面的 coefficient 我 我 你如果忘記裡面有什麼 你可以打ls 現在model裡面的 coefficient 是不是我們要的 截距跟斜率 然後我們可以用 索引函數 第二個 第一個 這樣拿到截距跟斜率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怎麼畫一條散步線在上面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啊 這個 現在 x的範圍是不是90到160 那如果 我的線的端點 我線的端點 是80 跟170 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無線延伸了對不對 因為畫布沒有看到了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所以我是不是 你看我現在這邊用0跟200當作它的端點 0跟200當作它的端點 然後 計算出 相對應的y 當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呢 y等於22.56 這就是它的結距嘛 對不對 當x等於200的時候 y等於185 好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用xy來畫線 首先 我們先把 這張底圖 底圖先再把它畫一次 這是我們剛剛的底圖 底圖畫出來對不對 接著 我們用lice 這個xy 這個xy就是我們剛剛講 在很遠很遠地方的點對不對 在圖 在這個 就是圖像範圍之外的這個點 然後我們用 color 等於red 的lwd 是線的粗度 就是它的多粗 我們先按下run 看到了嗎 這條線就被加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這個 為我們的圖形加料這件事情 看起來 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都做得到對不對 就是複雜啦 而且很煩 就是你程式滿很多 才能夠加一行 但是 它加得精準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來一個更有挑戰性的任務 接著 你有沒有曾經看過paper 有那種圖 這個圖長的這個樣子 來就是 像這個信賴區間是有點窄 好不好 就是 有一條預測線之後 外面有 一個信賴區間 有看過吧 應該有看過 呃 就是 based on那個預測線 然後外面有信賴區間 好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們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 直接複製貼上來做這個實驗 就是 然後我們再來 因為這邊牽扯到一些數學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改好不好 好 直接 就是在這裡 好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 run 好 他要跑一陣子 好 這樣出現這個點圖 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 我們故意把我們的data 變成 我們只要 第一筆到第三十筆 這樣子我們看的 點會比較少 線會比較寬 這樣比較容易看出來 再做一次 看到了嗎 這是我們剛剛畫出來的線 那我們要改這段程式嗎 要怎麼改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改這段程式嗎 要怎麼改 我剛剛是用 sbp 預測dbp 對不對 我剛剛是用sdp 預測dbp 那我現在可不可以把 他改成 用 這個 用egfr 預測dbp 那我要改哪裡 就是把所有 跟sbp的地方換掉 對不對 這裡改成 sdp egfr 然後 然後 這裡改成 egfr 然後 名字這裡 一樣改成 egfr egfr 好 全部再重做一次 好 是不是就有新的 就是 這個是不是完全就是 呃 我的 就是我其實要改 這段程式碼 就算你看不懂 要做這件事也非常簡單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串程式碼 意思是什麼好不好 到底 到底他怎麼做出 95%心態區間的 我們一行 我們一行行來看 首先 我們現在 這個 x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model裡面的 這個函數是什麼意思 來model的 擷具是什麼意思 大家知道嗎 擷具的意思是 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對不對 這是擷具的意思 擷具的95%心態區間怎麼算 擷具的95%心態區間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來看一下 summary model之後 model原來是一個 s3 class對不對 這個model本來是一個s3 class 他經過summary這個函數之後 他產生出來的這個擷具 是不是有standard arrow 擷具加減 擷具加減 1.96乘以standard arrow 這是不是就是擷具的95%心態區間 這個可以接受嗎 有一點點統計概念的人 應該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沒有的也沒有關係 你就知道心態區間 就是這麼算就好了 可是注意喔 擷具是指 當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所以當x等於0的時候 我可以算得出一個 就是當 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 多少到多少 這個我可以做得到對不對 可是x等於1的時候 y等於多少到多少 真是我不知道 那我怎麼辦呢 有一個很聰明的想法 我現在把所有的y 所有的x 通通都減掉1 我給他做平移 通通都減掉1 我減掉1以後 用新的x 去預測y 這個時候的擷具是什麼 新的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多少 對不對 那新的x等於0 是不是舊的x 等於1的時候 就因為舊的x 通通被我減1之後 等於新的x嘛 對不對 所以新的x等於0的時候 舊的x是不是等於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透過回圈 不斷的去減掉一個小數 一個數字 然後我就可以 一點一點的看到 當x等於0的時候 擷具跟他95%現在區間是多少 當x等於1的時候 擷具跟他95%現在區間是多少 那我要減掉這個數的數列 就是這個小x 這個小x就是從0到200 然後這個小x 就是當x等於幾的時候 減掉他就是當x等於幾的時候 y等於多少 對不對 當x等於0的時候 當x等於0的時候 ciRow ciRow ciRow就等於 56.9 當x等於0.2的時候 ciRow就等於57.29 x等於0.4的時候 ciRow就等於這個 ciUp 以此類推 這樣可以吧 QNORM 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是做常態分佈的差表 反差表 這樣可以 所以說 你應該看到 到底要怎麼做了吧 這個 這個函數 其實就是用了一個回圈 去求 每一次就減掉一點 然後去做 減掉一點去做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這個 預測線 這樣是不是就被我畫出來了 有 含95% 現在區間的預測線 好 那 現在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做法 比較 就是 這是一個平移的做法 這個比較容易懂 但是 如果你有一些統計概念 你會知道 第二種做法 你需要一些 線性回歸的相關知識 要怎麼做咧 你需要知道 變異數的期望值 來 這個standard arrow 是怎麼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這裡是不是有 34.212 這個數字是怎麼出來了 這個數字 是透過這個東西出來的 來看一下 VCOV 這個東西 VCOV 是 我們上次已經用過 在做WebTest的時候用過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變異數 公變異數取證 它的 擷具 1 1 對於它進行 開根號 就是它的 擷具的標準物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所以當擷具等於 當擷具等於這個 0的時候 我就是用這一格 那當擷具等於1的時候 我要怎麼算咧 我要怎麼算它的標準物多少咧 我們可以用一些 用矩陣的乘法 這個跟那個WebTest是一樣的 我 先產生一個 假如說當C X 現在有一個 G好了 G等於C 0 1 1 1 這就是擷具等於1 而且XA等於1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可以用 G 我先把它T好了 我看一下T之後長什麼樣子 好 TG %乘% VCOV 這時候我是不是 得到了一個 這個 得到了一個 小矩陣 在%乘% G 這我現在得到的 就是當 X等於1的時候 它當下的 標準物 你可能會很好奇 怎麼會這樣算的 你只要想一下 這就是在算 變異數的期望值 變異數的期望值 是用矩陣算的 這樣知道嗎 你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你可能會覺得很難理解 可是你想一下 你在計算 當X等於1的時候 Y等於多少 你怎麼算的 你不就是 0 1乘上這個 加上1乘上這個 你就得到了點估計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做法 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 11 11乘上這個矩陣 再乘上11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其實在算 點估計的期望值 跟在算 變異數的期望值 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懂意思齁 好 如果不懂也無所謂啦 這裡提供了 矩陣解法 就是你需要 你需要用%乘% 矩陣成法 你可以畫出 一模一樣的 三部圖 這樣可以吧 這張圖是不是跟前面這張圖 來 再上一張 這張圖是不是長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種算法是一模一樣的喔 當然會快很多 畢竟你有矩陣的知識 這個會快非常多 不過這並不是我們今天要教學的重點 我們今天要教學的重點 還是帶大家怎麼畫圖 並不是帶大家算數學 好不好 好 那 剛剛我們已經學會加線了對不對 lice可以加線 我們現在還要再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好 那我們還可以再加什麼東西咧 我們啊 可以再加文字 text 來 我們再把這一串複製下來 現在你已經知道那個線要怎麼加上去了嘛 對不對 95%現在區間的那個預測線 那不是今天的重點喔 你會做很好 不會做也無所謂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一個重點 data x等於 1 0 -1 0 t 就是我們的text 我們的文字 我們把它全部貼上之後 你發現 在 1 0的部分 x 左等於1 y 等於0的地方 是不是被我填上a這個字了 x 等於0 y 等於1的地方 是不是被我填上b x 等於-1 y 等於0的地方 是不是被我填上c x 等於0 y 等於-1的地方 被我填上d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加字這件事情 就是你有xy做標之後 再告訴我你要加什麼字 我就會加給你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 我要加字的方法 同樣的 你也可以開個底圖 我們這邊來做個實驗好啦 欸 我剛剛那一串在哪裡 好 我現在在 現在這邊是不是 我剛剛畫出來的那個圖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 現在我們要在115 130的地方加個字 我們要怎麼來做 來 TXT 115 130 豆點 就來說 TEST 好 看到了嗎 這裡是不是被我加上了字 這樣可以吧 那我加字 我要換個顏色 可不可以換 豆點 Color 等於 blue 是不是被我加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是不是 是不是其實加字這件事情 沒有很難 這樣你就知道在R裡面畫的圖是非常有 你可以加線 也可以加字 對不對 可不可以加點 可以 加點那種POINT 這個函數 好 看到了嗎 POINT這個函數 010的地方加上 pch等於1的這個符號 01的地方 pch等於2的這個符號 注意啊 因為你這邊長度為4嘛 pch長度為4 所以他就知道一個配一個 這樣可以齁 最重要的是 你還可以加一個東西叫Langin Langin的這個東西啊 就是我們的注釋 來看一下 plot new 先開個新畫布 plot window 這個是 我要在top left top left 就是我圖的 左上方 top left 加上 female male 然後顏色是red跟blue pch15跟19 background是 background的color gray90 你看到就再加在這裡 左上角 你會覺得怎麼沒有在真正的左上角 因為我們的圖 可以畫圖的地方 你看這裡 可以畫圖的地方 最上面就到這裡了 這裡是填字的地方 這樣知道嗎 這個邊框 如果你想要把它的這個 邊界把它擴展到底 這件事情 你需要用 par這個函數去處理 這樣可以齁 你要把東西擺在左上方 你就可以用top left female male red blue red blue 就在講這個 然後pch15 19 方形 圓形 background 顏色gray90 這樣可以齁 另外 lenguin的00 就是我要在00的地方 00在中間 對不對 00的地方加上個lenguin 在這裡 他是以這個lenguin的左上角 去做這個座標去對應 反正 你可以自己試 你可以移到你想要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好 然後 你看 先打字 然後再告訴我 他的lty 是指 線的這個樣式 1是實線 2是虛線 3是點線 他有非常多種線 你可以自己去試 lwd 線的粗細用2 然後顏色block 這樣可以吧 所以lenguin的也可以加 最後 我們再加polygon polygon是多邊形 polygon跟light 就是跟light這個函數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light這個函數我只是畫線 但是polygon這個函數 我可以把所有的線連成一個多邊形 並且給他著色 最重要是給他著色 這樣知道嗎 好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今天這個小節 就交到這裡 我們要來看 這個 我們要來看這個練習題 這個練習題 有點難度 我們不會一次給解答 我們今天要 重點就是 這個你已經會畫長條圖了對吧 長條圖你會畫 然後 你也會計算 平均值跟標準差 這之前我們就會算 對不對 舉例來說 我們要做 Desease 0跟1 對EGFR的預測 Desease 0跟1 對EGFR的預測 我們算出來的平均值是33.2 然後 跟34.4 他的標準差分別是6.4 7.2 然後 標準差要怎麼換算成 Standard Error 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算95%CI 對不對 就是 標準差除以更好N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那個 標準物這樣 95%CI怎麼算 那個 標準物乘上1.96 就加減標準物乘上1.96 這樣就可以了嘛 好 然後啊 Rengine的你也會加碼 所以你看這張圖理論上 你就可以畫出來了喔 你可以以一個長條圖為底圖 以它為底圖 然後這些線 都可以手動把它刻上去 這樣知道吧 你就一條線一條線 慢慢一行一行程式馬 把它加上去 對不對 那這樣子 你會了這個技術以後 以後叫你畫正刻圖都畫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開始 好我們先看一下底圖怎麼做 來我們 在我們公佈答案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畫長條圖的時候怎麼畫 還記不記得怎麼畫 是不是 要先 table data裡面的education 好這樣子我們是不是產生了一個東西 這個table 我們再拿去給8plot 來畫對不對 這是我們之前在畫長條圖的時候 所使用的方式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所以長條圖它吃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他吃的東西是table這個嗎 我們問他class 這是什麼 喔 這是一個table 喔靠喔 table這種東西誰知道這是什麼 好不好 但是 你看到這個table像什麼東西 這是不是一個 這個 有點像 是一個 就是 像量 數值像量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假設 我現在來個x等於 502 293 190 好這樣子是不是跟剛剛table的數字一模一樣 我現在按下 run 然後接著我8plot 改成8plot 改成8plot 我先把它清空喔 免得你們覺得圖沒有變這樣 按下run 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8plot裡面 是不是可以吃向量 而這個高度 是不是就是你填的數字 好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來 現在我們的高度是什麼 我們的高度是不是 兩者平均值 一個是33.2 一個是34.4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 那所以我們要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怎麼畫 首先 Data讀進來了以後 先求得 先求得 當Desease等於0的時候 EGFR的min是多少 好 這個 M1 S0 M1 S1 這四個數字 你可以直接用超的 無所謂 就3.32 6.4 3.44 7.2 這個無所謂 這個 這不是什麼重點好不好 這幾個數字不是重點 好 接著 你可以產生一個空向量 XXX等於 把M0跟M1 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合在一起之後 你現在看XXX 這個時候就是兩組的平均值 然後接著 你用8plot畫這兩組的平均值 然後Color等於Gradius White XLAB Desease YLAB EGFR 然後XLIMIT 等於0到43 這樣子 你就可以畫出底圖了 這樣可以吧 你就畫出底圖了 好 所以說 我們請 我們現在 Base on這個底圖 繼續為它加線 你還有什麼東西要加呢 你需要加上 95存在現在的區間 對吧 還有加上 這一個 寫PValue的這個線 還有加上什麼勒 P等於多少 還有加上什麼 Langin 好 剩下這些東西要加 試著 一點點 手刻刻上去 你就會知道 要怎麼 就是你以後 遇到畫這種圖 就不會害怕 好我們繼續 我們先來看一下答案的效果 答案是 我們剛剛底圖畫完之後 再加上這幾行 我們先全部Run 好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Langin的 最後 但是 我們重做一次好不好 一行行做 不然的話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就很厲害 但什麼事都沒有意義 對不對 現在只有底圖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Lice這裡 1.9 是X座標 1.9X座標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這一題 比較困難的地方了 我根本看不到它的X座標 我怎麼知道1.9在哪裡 對不對 那1.9 1.9 然後這個 首先我們 當然我們現在畫的線 其實也滿清楚的啦 就是 我們要畫一條 這裡到這裡的線 對不對 這裡總共要畫三條線 這裡到這裡 它的X座標 是哪裡我不知道 可是它的Y座標 是不是就是 min 減掉 兩倍的S 再加 加上 然後和min 加上兩倍的S 對吧 所以它的Y座標是 min M1 減掉 QNORM 然後這個 呃 0.975 乘上S 然後加上 乘上S 所以它Y座標是沒有問題的 對不對 但它的X座標 它X座標 我現在1.9 1.9 1.9 畫上去 嗯 畫得很準 可是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是1.9的 對不對 告訴你們 我不知道 所以我是試出來的 所以 其實我們再清空一次 其實 就是 你這邊完全可以 1.7 2.2 你就會看到一條線了 你至好線畫上去了 對吧 你畫上去之後 你可以慢慢去試 那我覺得好像 1.7 那我們試試看1.7 1.7 好了 喔 在這裡 那我們再往右移一點 那可能就移到1.9了 這樣我們就看到是它了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清空了 然後畫到這一行 這樣可以吧 好 那1.9確定以後 那左右 左右 再減個 0.15 這個就不會太難 減0.15 加0.15 然後用 然後 都在上面 就是上 就是 CIUP的那個 所以CIUP的 我們都是用加法的 加法 加法 這樣可以吧 這樣畫出來這一條線 就是上面的 這裡 這樣可以吧 那 下面就是照超上面的行 但是減的 用減的這樣可以吧 那 M0呢 M0就左邊再組 對不對 左邊再組 0.7 0.7 怎麼知道 一樣釋出來的 好不好 一點都不高科技 就釋出來的 好 釋出來以後 一樣 這個減掉 減跟加 95TNCI 然後 先畫上界 再畫下界 好 這樣子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 兩個95TNC 現在區間都畫完了 接著我還要畫什麼 PValue的這一串 對不對 那這一串 是不是有個重點 以這個高度為高度 也 為最高點 再往上一點點 以比較高的內區 內區為 比較高 那再往上一點點 我們就用36好了 36這個數字 來你看 0.7 0.7 是不是這裡 0.7 36 0.7 38 往上一點點 1.9 38 1.9 36 這樣畫上去之後 是不是這條線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 接著 我們把 剛剛這裡是38 對不對 我們在40的地方 填上 P等於多少 這樣子 TXT 1.3 為什麼是1.3 因為在中間嗎 0.7 跟1.9 的中間 1.3 然後40 P等於0.20 就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然後最後 再加一個レンジン的 TOP RIGHT 我要放在右上方 TOP RIGHT Ctrl CASE 分別的GRAE50 跟WHITE GRAE50跟WHITE 這是相對應的嘛 對不對 好 這一個圖 是不是就被我畫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 在R裡面畫圖阿 這個回去再試一下 在R裡面畫圖沒有那麼難 就是有耐心一點點刻 那刻到最後 刻到 刻完以後 你一定可以就是 就是你一定可以畫出你想要的圖 這樣懂的是嗎 在R裡面沒有什麼圖是畫不出來的 好 繼續 那我們上一節課 我們現在已經把基本的圖都學完了 散步圖 還有那個職方圖 圓餅圖 何須圖跟那個 呃 長套圖 那些都已經學完了嘛 對不對 好 在那個我們常用的統計圖裡面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圖 叫做Caplanet Minor Curve 存活分析的圖 下一節課會叫ROC Curve 好不好 那也是蠻重要的 就蠻常用 好 那我們 開始 那我們這個 來學一下怎麼畫Caplanet Minor Curve 上節課我們做存活分析的時候 用Cax Model 我們用了是不是Survival這個套件 所以說 Caplanet Minor Curve 也在Survival這個套件裡面 我們先把Library起來 Library Survival 好 好那現在來 首先 這個 KM Curve要怎麼畫 來 首先 Survive 然後括號 先放時間 再放 這個狀態 這是不是 跟上次Cax Model一模一樣 然後 然後這個 蚯蚓 蚯蚓的右邊 是一個 字邊向 對不對 那但是當然你現在畫 Caplanet Minor Curve 字邊向一定是要類別變向 這個毫無疑問 好 這樣子一個東西 是用Survival Fit 這個函數 Survival Fit 這個函數 之前是用Cax PH 對不對 現在是用Survival Fit 這個函數 用Survival Fit 這個函數 來 計算出 這個 兩個組別 注意 右邊一定要類別變向 兩個組別的存活曲線 你現在直接看的時候 你一定覺得什麼東西 你都看不懂 這無所謂 我們繼續 好 接著 Survival Difference 這個函數 可以 Fit 是拿來畫 是拿來畫畫線 好不好 Difference 這個函數 Survival Difference 這個函數 拿來計算 Log Rank Test 之前我們只有計算Cax Model 對不對 可是存活分析有一個 最常用的方法 Log Rank Test 我沒教 用Survival Difference 來處理 Survival Difference 做完之後 Log Rank Test 結果 就出來了 那這個Log Rank Test 結果 0.3 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我們的Log Rank Test 結果 我們要怎麼畫圖 來 剛剛這個KM Curve 在這裡 我們其實只要 Plot KM.curve 你會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又可以用Plot 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因為 你如果看KM.curve class 你會發現 它是什麼物件屬性 L3 class 對不對 L3 class 不但可以直接Print 可以Summary 其實也可以直接Plot 你這樣懂意思嗎 那為什麼Plot 可以畫出這種圖 因為有人已經把 當初這個套件的作者 已經把這個物件屬性 如果有人呼叫Plot 的時候他要幹什麼 已經寫好了 所以 Plot 就可以直接畫出KM.curve 這些線 要給顏色 這一點都不難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範例 來看著 Color 等於Red Blue Xlab TimeMonth Ylab Free of Death XLimit OVERALL Survival Mark Time Force 等下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參數 LWD 1等於3 按下Run之後 該有的是不是都被我們放上去了 好 那個 Mark Mark Times 這裡我如果敢出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好這上面有一些標記 這個標記是什麼 這個標記 Sensor的意思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只是我們一般來講 有些PayPal會放有標記的圖 我看了覺得很不喜歡 所以我通常不喜歡放標記的圖 這樣子 好 Langin 這個當了底圖以後 Langin 當然是可以往上加 我加在top right 加在這裡 Langin 加上去 這裡是不是有 接著 我喜歡在20 20在這裡 200.8 大概在這個附近 我希望加一串字 叫P of LogoLangTest 等於多少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還蠻容易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在R裡面要畫出一個像樣的Cablin Minor Curve 基本上也不是太難 只要你會開始為它加料 這樣可以 改改參數再加料 這個圖就是屬於你自己的 其他什麼軟體都畫不出來 這樣可以 好那你在畫 存活曲線的時候 你注意一下 這個存活曲線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這個左邊 我希望它是百分比 我不希望它是 0到1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改它的座標軸 還有第二個點 就是 這個存活曲線 右邊 跟上方的這個框框 似乎很多餘 我們如果想畫出一個這樣的圖 這樣的圖 是不是看起來好看多了 你看 下面是 時間 現在不是那個 下面不是那個 過多久 下面就是日期 下面日期 左邊是百分比 然後 上面跟右邊的框框不見了 我們來看下什麼參數才能做到這件事好不好 來 首先 好一樣 在plot這裡 多下一個參數 叫 a x es x等於false 這個是說我要把座標軸取消掉 我現在 打下這個等於false之後 我按下run 出來就沒有座標軸 坐標軸 我等一下再一個軸一個軸加上去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axis 就是我要加座標軸 1就是x軸 2就是y軸 3就是上面這個軸 4就是右邊這個軸 所以如果只給1跟2 那我就只有下面跟左邊兩個軸 這樣可以吧 好 那atat就是我的這個範圍是 多少到多少 總共有5個點 0 10 20 30 40 它的labels labels就是我在0 我要呈現什麼文字 1呈現什麼文字 來 0的地方 2010年 January 那個 10的地方 2010年 November 這樣可以吧 一時類推下去 position等於0 position等於0是一個關鍵喔 position等於0 你如果打下去之後 欸 我這個圖拉得不夠過來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這樣可不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每個時間點都上去了 對不對 好 這個position等於0 你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這裡是不是把它相交了 我們的軸在這裡是相交的喔 我們再看一下像剛剛這裡 剛剛這裡怎麼會露一段 很醜 你打position等於0 這裡就會相交 這樣喔 就是起始點是position等於0 這樣可以吧 來 第二個軸 一樣 我們在0 0.2到1 然後 0% 20% 然後position等於0 第二個軸 第二個軸是不是就被我們按上去了 這樣可以吧 一樣 Rengeance的 然後 在中間寫出我們的pValue 這樣是不是比剛剛好看多了 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來注意一下 這個 Capland Minor Curve 啊 Cox 我們平常使用的是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也可以拿來畫 Capland Minor Curve 但是啊 比較特別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畫 首先 我們先製造一個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這個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這個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一樣是用Diabetes SBP跟Income 去畫出 這個 Survival 就是 去做出這個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這樣可以吧 做完以後咧 來 我們先產生一個New Data 這個New Data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ew Data是什麼 Data Frame 這個是產生一個資料表對不對 這個資料表 這個Diabetes 這個Diabetes SBP Income 要完全對應這三者的名字 對應完之後 Factor 0 1 然後SBP 等於 Min 的SBP Income等於0.12 來我們看一下New 現在這個New 這個 這個 這個Data Frame 就是Diabetes等於0 SBP都等於121.6 Income 0.12 這樣子你有了這個New以後 他就知道 你想要 根據這三個條件 畫出這三個人的 Specific的存活曲線 這樣懂嗎 那你這三個人 唯一的差異就只有Income 對不對 所以阿就知道 喔你就想看 在固定 Diabetes 沒有Diabetes SBP等於121的狀況下 Income 低中高 他們的Survival有什麼差別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 來 Predict.Survival 等於 Survival Fit Survival Fit Survival Fit這個函數 是不是剛剛我們在畫 Kaplan MinorCurve用的 等於 CaxModel Dot.NewData 等於New 這個New 就是我們指定的 好做完之後 這個Predict.Survival 是不是跟剛剛 Kaplan MinorCurve 那個格式非常像 你現在按 Class 出來的 就是Survival Fit Survival.Tax 那你現在知道 那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S3 Class 我直接對它下Plot 理論上 我就可以看到我要的圖了 對不對 好 是不是就三條線 好 但是當然阿 我們可以為它加一些顏色 和Langin的 好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美多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 這個 Kaplan MinorCurve 跟 原來的 前面那張 Kaplan MinorCurve 差別有個點 非常明顯 就是 它是不是 雖然 比例不一樣 但是一起降一起升 對吧 全部都一起降 沒有升的啦 不好意思 就是它 某個時間點 一起下來 這就是為什麼 Cax Proportional 它的Model 要叫Proportional 它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都會等比例的 這是它的假設 它畫出來的圖 也就是長這副德性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抓練習3啦 來練習3是這個樣子 就是用Plot這個函數好方便的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 Kaplan MinorCurve給畫出來 我們先講一下 練習3你不見得要會 就是再一個練習而已 練習3不會 對你使用R來講 影響不大 該能做的事情還是可以做 所以 呃 我們等一下就練習個10分鐘 不會就算了 好 可是啊 我希望你們啊 剛剛我們 做 這個 我們剛剛在做那個的時候 非常的簡單 Plot 關鍵就只有Plot這個函數嘛 那是不是就畫出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當我們做到這一步 Predict Survival的時候 如果你去看它LX 你發現裡面有好多東西喔 裡面有一個東西 SURV 這個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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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我們告訴 第一個Case 第一個Case在第一個時間點 它的存活率是多少 第一個Case在第二個時間點 它的存活率是多少 第三個Case在第一個時間點 存活率是多少 第二個時間點 好 所以這是不是我們的 認一個時間點的 存活率 這是不是Y 這是Y座標對不對 那X座標是什麼呢 X座標 就是我們的 碳 這個碳就是我們 從第一個時間點到最後一個時間點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現在 有了你這兩個資訊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你有沒有可能 這個碳在這裡 你有沒有可能 重新自己畫一個KPMC 不要使用PLAT這個函數 就用這些information 實際上資訊應該足夠了 因為你可以用LINE 對不對 LINE這個函數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三條線都可以畫出來 對不對 所以請你使用LINE這個函數 畫出三條存活曲線 注意喔 KPMC在死人的時候 不是直接把上個點連到下一個點 是先到下一個點的上面 做一個轉折 那個轉折你需要自己加上去 這樣懂了嗎 那個轉折有點難 你需要自己加上去 好 試著來做一下好不好 然後自行繪製做標準 我們來試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這張圖好不好 這就是單純就是個練習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好 要一條一條顆啊 這個重點在於 我們要想清楚 要怎麼做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rate把它拿出來 好 我們先把它清空啊 然後再把這個tans把它拿出來 好 然後 首先我們要先開個新畫布嘛 對不對 這個新畫布我們要去哪裡拿 新畫布是不是 plot.news 然後windows 這裡我們是不是之前 曾經學過開新畫布 在這裡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到第二課 練習3這裡 那我們要開的 這個x limit 是不是0到40 然後y limit 是不是0到1 好 這樣子開完新畫布之後 我們現在要加線了 我們的第一條線 是不是就是x是tans 那那個 y呢 y是不是rate 第一個column 我們現在如果直接plot 直接lice times rate 然後第一個column 呃 主要說 lwd 等於2 colour 等於red 好 如果直接這樣畫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 這個不是畫不出來很像 不一樣在哪裡 這 該句詞的沒句詞嘛 對不對 是不是該句詞的沒句詞 該句詞的沒句詞關鍵在哪裡 關鍵只有一個 關鍵在什麼地方 關鍵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的這個點 如果我要到下一個點之前 我應該給他一個同樣的 時間是 時間是往後了 但是這個 時間往後 但是他的rate是前一個 對不對 時間往後rate前一個 所以是不是 時間往後 來看一下 時間往後 我們現在的時間點 是不是 要往後 所以說我們第一個不要 剩下的都要對不對 -1 第一個不要 剩下的都要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 那個時間點往後 然後 這個 rate rates呢 就是 最後一個不要 剩下的都要對不對 最後一個不要剩下的都要 就是rate 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delay tan 等於 delay 這個是delay surv好了 等於這個 然後我們 delaytan 等於我們的tans 然後-1 這樣可以吧 那有了這個 這兩個以後 我們是不是中間就是要插洞 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 tans 我們現在 這個東西最後我們可以給他加一個 呃 就是 你現在如果要把這個delaytan 跟這個 就是tan 把它合併 他沒有辦法合併嘛 他長度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給他一個 就是 給他一個 空值這樣子 就是 呃 他在第一個點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給他 c 呃 我想一下喔 好我們 我們在最後一個點的時候 給他一個 就是重複的一個 一個information 這樣子他那個點 就不會再壞一次嘛 對不對 所以給他一個 c tan 然後最後一個 lens times 然後rates也是一樣 給最後一個 給最後一個value 那這樣rates就不用了 就 就不用取消了 就這樣子就好了 好這個就是 這就是delay survival嘛 對不對 好然後你有了這兩個以後啊 你有了這兩個以後 你的delay time 跟你的 真的原來的times 跟你的 你就可以用c bind times delaytimes 這樣他是不是合成一個矩陣 好你可以把它 把這個矩陣 把它as numeric as numeric 會發什麼事咧 他就會變連續的 你看第一個時間點 8 8 他是照著來的 所以先t 那你敢abine的好了 就是你把 好你看這樣是不是 同樣的時間會出現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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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你用 這個方法是不是就可以 產生new time 那同樣的 那同樣的 surv 是不是等於s numeric rbine的 rates 然後delay surv 好有了這兩個以後 我們現在再來畫 new times 跟new survival的 這一個 關係 再全部重畫一次 是不是看起來就對了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給他增加了一些點 這樣知道嗎 好那 那這樣子我三條線要怎麼畫完 這樣我第一條線畫完 三條線要畫完就不難了嘛 對不對 來我們現在來 其他三條線就是 來4 i in 1到3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然後我們把這裡 跟 1有關的 這裡通通改成i 這裡改成i 這個顏色這裡 我們可以改成i加1 這個很特別喔 我們現在來做一次好不好 顏色為什麼可以是數字咧 因為第二個顏色 第二個顏色就是紅色 第三個顏色是綠色 第四個顏色是藍色 第一個顏色是黑色啦 第一個顏色是黑色啦 這個你可以 這個就是 你就知道顏色可以有很多種這樣子 如果你嫌這樣子不好的話 你可以在外面 先給color list 等於 red 就來說dark green blue 然後 顏色 顏色 就等於第i個 color list裡面的第i項 這樣子在做的時候 你一樣可以畫出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畫出你想要的這個顏色 這樣可以齁 好那接著 加坐標軸 加坐標軸這個不就是前面交的那個嗎 前面交的這個嘛 對不對 這裡就是加坐標軸嘛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加上去了 好 那加完坐標軸之後 欸這個 不過這個坐標軸 這個時間點這裡 我們可以把label刪掉 因為我們就是要用時間嘛 對不對 好那你label不打的話 我們再重新執行一次 你label不打的話 他就直接會用時間 時間這樣上去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還要加什麼 自行位置都這樣 這樣就結束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我們畫出來的capminecraft 純手工打造 好不好 啊不見得一定要這麼做啦 你可以用plus做 但是你要知道這麼做也可以 好 下一個 好那我們這節課 學到的東西 差不多就這樣子 重點就是 首先你會畫些簡單的統計圖表 那經常我們在做研究 或者你在呈現資料 或你在看paper的時候 based on那個統計圖表 很多人會為他加點料 只要這邊加個字啊 批等於多少 這邊加條線啊什麼的 在r裡面 通通都可以畫上去 自己畫上去 手刻上去 這樣可以嗎 然後 你可以更改坐標軸 更改坐標軸這件事非常 非常重要 因為坐標軸這個很難改 對不對 最後還有 你可以把圖片存成pdf檔 pdf檔解析度是無限大的 好我們今天學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我們今天課的上到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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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